说起美国GPS定位系统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全世界决掉部分手机,导航一度运用了GPS系统,美国也因此从中赚取了巨额的使用费,其实在导航系统领域除美国GPS之外,还有许多不错的产品,如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,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,以及中国的北斗系统。 不过这些产品的影响力,还是远不如美国的GPS,各国对美国GPS系统的依赖,从而也衍生出一个问题,如果某个GPS使用国同美国发生了军事冲突或者战争,只要美国只要将其GPS给关了,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导弹,战机等军事装备将成为瞎子,当然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遇到的。 果真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任由在割了,都知道伊朗同美国关系十分不好,尤其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,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了。 面对美国的重重打压和制裁,伊朗并没有对此系妥,反而加强了自身军事实力的发展。 尤其是其导弹部队水平更是有了质的飞跃,现阶段伊朗导弹最远射程,足以覆盖欧洲全境。 除此之外还大量从外引进武器装备,除中国的无人机,反舰导弹以及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等。 这些军事装备也增加了伊朗对外抗中的体系,然而伊朗的导弹同样也是依赖美国GPS系统。 如果哪天伊朗和美国真不慎发生军事冲突,照常规只要美国将其GPS给关了伊朗的导弹就无法命中目标。 不过事实果真如大家想象中的那样。 近期伊朗媒体之外公布了一组军方实弹射击演习视频,在美国将GPS导弹关闭的前提下,伊朗导弹依旧能精准的精确命中。 这让外界大为震惊,后来据调查发现伊朗早就用中国北斗系统,替代了美国的GPS。 这一举动也显示伊朗非常有远见,为了将来不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。 提前将这一问题解决,以免被抓住要害。 北斗系统是世界上第四个成熟的卫星大航系统。 近些年来中国的制导武器已经全面器用GPS系统,从而改入国产的北斗系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赏哦。 star è dien mea